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VVV卫视7月3号的交流点对话节目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希腊濒临破产,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 裁定美国同性恋婚姻合法化,最高法院是否越权 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 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博士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以及政论作家时事分析人士陈伯工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交流点对话节目 在讨论之前我们首先提醒一下大家 现在电视屏幕上的是美国之音的二维码 您只要使用手机或者平板电脑上的二维码程序扫描图片 就可以翻墙浏览美国之音的中文网收看交流点对话节目 欢迎您使用 好,我们首先来看看欧洲的一个热点 希腊本星期没有能够偿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6亿欧元的贷款 成为首个对IMF赖账的发达国家 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更打出公投牌 以退出欧元区来要挟欧盟对希腊提供更大的帮助 但是此举不仅赔上了希腊的国家信用 更激怒了法国、德国等欧盟大国拒绝在公投前继续和希腊谈判 那么作为一个人口一千万出头的小国 希腊债务危机为何引发全球的股市震荡 希腊多年深陷债务泥闹是否标志着欧洲福利主义的失败 希腊的危机将如何影响二战以来欧洲长期追寻的一体化梦想 今天我们首先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那么我想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会很自然地想到 那么希腊本身的经济出现问题 本来是希望欧盟、法国、德国这样的大国出手援助 但是希腊本身的态度非常的强硬 而且用公投来要挟欧盟 指责这个欧盟对于希腊的帮助不够 而且说这个条件太苛刻 我想听听陈破红先生的意见 你觉得为什么希腊会有这样强硬的这种姿态 你怎么看 这个是希腊执政的总理 他有一个两面手法 他一方面对国际的债权人表示愿意让步 接受国际纾困计划 但是另一方面他在国内 他又对选民喊话 要求希腊民众对国际的纾困方案说不 所以他这种两面手法是一种玩政治的做法 不过他有他的一个所谓的根据 他的根据就是说 欧洲给他的条件太苛刻 其中一个条件就是要实行紧缩政策 提高税收 甚至要减少这个退休金 那么他作为一个所谓民选的总理 他不愿意得罪选民 同时这个紧缩计划实行了五年 完全没有成功 但说的是 他自己是施政无力救助无方 但是他把这个东西转嫁到外部 就把内部的危机转嫁到外部 这个通常是一个政客的一个通常的手腕吧 好 陈小龙先生您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问题 现在他的要害就是所谓欧盟建立的这个跨国大国犯 现在的跨国大国犯进入危机了 第一个突破点就是希腊 那么跨国大国犯呢 实际上是说欧盟给他的各个成员国提供了一种机制 就是穷国差钱的时候可以向这个欧盟要钱 借钱 那么希腊借了大笔债以后 还不上就开始赖账 这种情况下欧盟跨国大国犯就没办法维持下去 如果他要是对希腊网开一面 那么今后其他的国家也会继续要 那样的话 欧盟跨国大国犯早晚一天搞砸了 如果他要是坚定地盖上大国犯的盖子 那么后面欧盟还有同样的问题 那就是意大利 西班牙 葡萄牙 他们的经济早晚一天也会因为失去援助而垮下来 好 今天曹成金先生的看法 我们知道德国 法国将在欧盟大国 其实过去几年来已经为了希腊的经济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 而且不断地给希腊持续的贷款 来希望援助这个希腊的经济 那么他们为什么那么担心希腊退出呢 按理说欧盟要甩掉希腊这个负担应该是件好事 您的解读是什么 当然我们今天说这个希腊的做法完全违背 常理常识吗 你跟人借钱怎么态度这么蛮横呢 全世界没有这么一个这样做的一个逻辑了 那为什么这么做 就摸准了嘛 刚才你提到的法国和德国 摸准了他们的脉搏 他们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 导致欧元区垮台 那今天就有个问题了 这个希腊人口才相当于中国的广州市 才1100万呢 这么一个小国的经济只占欧洲的0.2% 占全世界0.2% 这么小小的规模 怎么他退出欧元区就可能垮台呢 说明欧元区是假的吗 脆弱的吗 不堪一击的吗 那为什么德国 法国这两个欧盟大国就担心欧元区垮台 因为有了欧元区 他们就可以实现这个什么 走向欧洲一体化 这个乌头王的梦想 有了欧洲一体化 他们就可以做老大 做欧洲的领袖 今天我们说希腊的危机 表面是希腊的问题 实际上是欧盟的问题 欧元区的问题 是法国和德国两国领袖 这个虚荣和这个 虚荣和这个想扮演大国领袖这个问题 是他们百般的妥协退让 才导致这个问题 今天他有什么赖上了 全世界你赖上的话 今天这个家庭的话 你借钱不还 我们要惩罚的吗 大家你没有心意 就抛弃你的吗 如果被惩罚的话 这孩子不闹了 今天这孩子一闹一哭 就给糖吃 这个给糖吃 才导致这个孩子的行为 越来越恶劣 希腊的危机才越来越严重 但是刚才 常见您确实提到 希腊的经济 在全球经济中 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成分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么为什么希腊的这个债务危机 导致全球的股市都非常紧张 而且确实在前几天还出现震荡 那么您觉得是什么原因 我想听听陈峰宏先生的看法 希腊危机爆发之后 这个全球股市应声下跌 尤其是欧洲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是因为人们对2008年的 进入危机记忆犹新 因为2008年的进入危机 爆发之后 在欧洲引起了连锁反应 在欧洲首先是像这个五个国家 包括希腊 西班牙 意大利 葡萄牙 爱尔兰 这些国家几乎都濒临破产 当时希腊就在2009年承认 他虚报国家赤字 隐瞒国家赤字 结果引发 那个舆论宣传大波 就在第二年 2010年 这个国际银行 不愿意借贷给他了 当时他就陷入一种破产的 然后呢 就需要救助 那么欧洲国家就形成了连锁反应 当时的现场是一个著名的 叫欧洲债务危机 这实际上是全球 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副产品 是欧洲经济一体化的一个 就是说副作用 也就是说你绑在一起之后 一国出现 城门失火 殃及词语 一国出问题 其他都出问题 这次大家同样担心 就是说希腊虽然是个小国 但它在欧洲呢 它毕竟是一个发达国家 这是第一次有发达国家违约 以前像什么津巴布韦这样的国家 这个违约国际上并不惊奇 作为一个发达国家 居然在债务到期前违约 所以这个是非常震惊的 所以这种炸弹一投下去 它震撼的是一个金融市场的信心 震撼的是投资人 动摇的是投资人的信心 所以股市下跌 它会带来一个金融市场的混乱 所以这就是 包括欧洲国家在内的人 担心的这个一个原因之一 陈小龙先生 您刚才提到 其实欧洲的危机不止在希腊 也包括比如意大利 或者其他的国家 西班牙等等 那么你觉得造成希腊危机 我们知道希腊危机 过去几年 其实已经是越来越恶化 而且希腊现在已经欠债 是几千亿欧元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想问一下 一个一千多万人口的小国 一千一百万人口的小国 为什么会陷入如此之大的经济危机 这个欠的那么债那么巨大 那么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 在什么地方 我觉得最根本的原因 要追到希腊国民性 就是希腊这个民族 虽然它的文明 是欧洲文明的起源地 但是悠久的文明 不等于是成熟的文明 希腊这个国民性当中 有一些很根本性的弱点 在政治上 他们有强人情节 和政府依赖症 然后在经济社会层面 他们老百姓普遍缺乏 自立这种精神 同时呢 喜欢依赖大国贩 逮着免费午餐就揪着不放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希腊这一次 即将面临这个公民投票了 但是从来没有人出来说 当国际无赖 是希腊人的光荣 就是反过来说 就是希腊人自己 并不觉得当这个赖账的 有什么不应该的 实际上最根本的问题 背后对中国是有启示的 就是经济社会学的研究 30年前就注意到 从价值观 还有经济行为角度来看的话 希腊和意大利 其实就是欧洲的中国人 他们的这种特点 对中国人其实是 能够引起足够反思的 因为就是在希腊人 这种价值观行为 我们可以看到 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 因为这种价值观 希腊才会出现了 所谓的家族的 长期的统治和 军人政权的出现 好 待会我们再请您 详细地分析 希腊和中国的 尤其是国民性方面的 相似之处 那么我想先听听 曹长青先生 您对于希腊陷入 这么深的危机 您觉得最根本的原因 是什么 这个最根本的原因 也是全世界 现在最根本的危机 因为今天我们看 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 主要是两大主义 一个资本主义 一个社会主义 今天希腊 作为一个欧洲的国家 所走向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的特点 第一个国营化成分非常高 它在80年代的时候 它的国营成分 国营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 已经达到45% 45多高比例 是美国是第一15%的 英国比例第一20% 也就是说希腊在80年代 它的国营成分 就高过美国三倍以上 那今年更高 第二个人的退休金的话 他55岁就退休了 一个人24岁工作 55岁退休 他工作35年 可是现在人均寿命 接地80岁了 他等于25年的时间 从55到80岁 完全领国家的工资 而且领退休金多少呢 百分之百 那今天希腊这么贫穷 经济这么不好 可是他的退休金非常高 现在希腊退休的人 每个月领的退休金 高于德国每个月领 退休金的25% 这个情况 那他的退休金 占他的国民生产总值17%了 比例是前欧洲最高之一了 在这种情况下 国家怎么可能有钱 你这从哪里来 要做一个企业的话 哪一个企业 如果说你干了35年 25年 活活拿百分之百的工资 哪个企业都得黄了 都得关门了 所以今天就是希腊的问题 是走资社会主义 福利社会主义一个恶果 而且不仅是希腊 法国正在希腊化 美国走向法国化 这是全球挑了一丝井中 刚才小伟先生谈到中国 不仅中国 全界今天走向希腊 就走向国营化 走向灾难化 走向自取灭亡化 好我想听听陈茂空先生的看法 刚才陈小农和曹文先生都提到 就是希腊的危机 也是欧盟的危机 那么我想问问您是不是赞成这个看法 我们知道实际上 确实是这个福利制度 在很多北欧国家 还有西欧国家 都造成非常重大的负担 对 这个欧洲的福利主义 社会主义 给欧洲确实带来了负担 我们看到这个不仅是这个希腊 前不久的这个西班牙 也出现这个财政崩溃的局面 西班牙呢 也是左派在当政 希腊这个政坛的正特点 就是左派长期执政 什么一会儿叫社会主义 一会儿叫泛社会主义联盟 一会儿叫左派联盟 现在就叫激进左派联盟 一个比一个左 好像比左 这个比左的结果 是因为它有它的选民基础 这些选民呢 就是偏向于左 就在这个 现在它的公有经济 虽然是说民主社会 还是资本主义社会 但它的公有经济 占了半壁核山 也就是政府的控制 这个深入了整个国家 那么我记得有一个例子 就是前段时间 我的一个孩子 他想去做一个交换学生 就几个国家选择 其中就提到希腊 希腊我本来说 希腊有很多历史文物 去那种交换学生不错 但就有很多邻居就劝说 说去希腊不太理想 说希腊那边的人 就说是懒洋洋的 就是成天喝咖啡 并没有积极向上的 这么一个氛围 就好像很仰赖政府 很仰赖这么一个社会福利 所以这次危机之后爆发 希腊人他也不紧张 希腊人甚至说什么呢 只要有咖啡和海滩就好了 也就是我在海滩晒太阳 我能够喝咖啡就不错了 我没那么紧张 说希腊人面临的状况 不是外界想象那么紧张 这个时候他不奋起直追 不去那个 就是来拯救自己的国家 还在想着怎么去维护 现有的这么一套东西 而且这次投票也看出来 这个总理把国际纾困计划 跟国内的公投绑起来 让国际债权非常愤怒 他绑起来就有几个结果 他说我公投让全民来背书 而且他给全民暗示 就说不要支持欧洲的纾困计划 就对他说不 说不的原因就说 这样我就可以继续执政 我就可以更好地跟他谈判 这个叫板 那么现在说不的人 在一个国内民意调查 48% 占48% 而说可能会赞成 那个纾困方案的 欧洲纾困方案的占37% 那极可能说不 这样说不的话 结果就反映了 整个希腊民众的一个特点 就自己不去 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 还有可能呢 来把这个欧洲 用我们绑在一起 欧元区 我来要挟你 对吧 要挟你对我让步 我知道陈小冬先生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 中国是一向的比较赞赏 这个欧洲的市场经济 加上这个高福利制度 认为呢 这个带着社会主义影子 而且呢 也标志着社会主义 在西方国家成功 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希腊的这个制度的破产 是不是意味着欧洲模式 和欧洲的左翼政党 走不下去了 我想听听您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因为我们知道 中国往往对于这些 高福利国家的这个报道 是基本上比较正面的 您怎么看 确实 欧洲是社会主义的发源地 那么现在欧洲模式 带有很浓重的社会主义色彩 这个左翼思潮 在这些国家 都有相当强的社会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 福利制度一年一年的 不断地改善 不断地提升 但是 在这种左翼思潮的影响下 福利制度一旦上去了 就下不来了 要砍它比登天都难 但是这些国家的经济 未必成得起 希腊只是这个 福利制度本身产生的问题 倒下来的第一块 多米诺骨牌 它不是最后一块 是刚第一个冒头的农创 其实后面跟着的还有一大串 那么我想说的是 我们可以比一下 在欧盟成员国当中 有两个国家 波兰和捷克 他们加入欧盟的时候 经济基础还不如希腊 但是他们完全没有 受到希腊的影响 为什么 他们也没有面临希腊的困境 真正的原因就在于 波兰和捷克曾经是 共产党统治的国家 但是他们现在和共产主义 彻底划清了界限 左翼思潮在这些国家 不会有能够足够的力量 去推动不断提升社会福利 因此这两个国家 就免于这样的灾难 所以欧盟的根本问题 就是这种福利社会主义 在整个社会里面 根深蒂固之后 它给整个经济 整个国家的长远未来 带来了严重的影响 那么对中国来讲 这是一个很大的教训 好 我想听听曹上清先生的看法 您刚才提到欧洲的福利制度 给欧洲带来的巨大的灾难 但是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福利制度 它毕竟受益的是个人 而这个带来的灾难 是由国家来承担 那么欧洲有没有任何的选择 就是说政客 他总是希望用福利来拉拢民众 而民众只会选择 支持自己福利的这个政客 那么再从这个角度来看 欧洲的这个高福利制度 有没有任何希望 比如说被去除 或者是说至少被削减 当然完全有希望了 刚才程晓农先生 特别谈到波兰和捷克 两个前共产国家 那原来共产国家 实行共产主义 实行完全典型的社会主义 他们的经济更糟糕 比现在希腊还糟糕 但为什么他们能改变 就是因为他不仅有了民主制度选举 另外更重要是保守派执政 你像波兰现在保守派执政 那捷克原来是 也是保守派执政 执政很长时间 保守派强调什么 强调自由 强调个人权利 而不是强调以平等的 这个口实的话 平等的借口 由国家垄断经济 国家进行 强行夺取个人财产 高税收 然后进行财产二次分配 国家分配财产 只能导致灾难 那今天其他的欧洲国家 一些前共产国家反而经济情况比较好 尤其像波兰等等 就是因为实行了保守主义政策 保守主义是资本主义 个体主义 保护个人权利 保守不是仅仅是大锅饭 大家都要发福利 你像希腊的话 现在希腊的这个 这个带薪水的 带工资的假期 是欧洲最高之一 你穷的那个样子呢 国家还要你这么多的假期 还有海滩呢 还喝可乐喝美酒 你不工作怎么行呢 现在整个希腊1100万人口 49%的家庭靠福利金退休金生活 百分之这个工作的人 你带薪水的工作的人才36% 那你一半的人靠退休金 1%的人工作 你这国家怎么能运转 为什么希腊能这样 就是希腊和他的文化和制度有关系 过去希腊这些年 一直是左派更左派轮流执政 王鼠派难以抬头的 所以这国家走到今天 我还要说最根本的责任 是在法国德国 你两国家把他包养了吗 像中国包养二奶一样 二奶根本不工作了 二奶出现是要是能富人富豪吗 不到的男人造成的吗 今天你法国德国说不管了 让他退出欧元区 他像那个当年的波兰 前共产部 共产国家的波兰 像杰克那样 就怎么办 只能靠自己了 从政府到国会到人民 希腊这么的靠自己了 他就得改革 你不改革可能就没有路可走 所以今天只要解决这个包养制度 才可能希腊有一个出路 好我想问一下 陈破空先生 我们知道中国总理李克强 现在正在欧洲进行访问 那么很多大家都分析 从战略的角度来看 中国和欧洲现在都需要对方 因为双方的经济 都有一定的滑落 那么大家觉得 互相的支持 会对相互的经济 带来一些新的活力 那么我想问一问 您对这种看法怎么看 我们知道李克强 其实也对希腊危机 表示一定的看法 还是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 那么您的看法 这个中国对希腊的态度 绝不会伸出援手 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 它不会做锦上天 它只会做锦上天花的事情 不会做雪中送炭的事情 它是赢强 这个是傲弱 就是谁强他会去奉赢 谁要弱他会看不上 甚至这个傲慢以待 所以对希腊 中国毫无伸出援手的意思 包括俄罗斯还有想伸出援手 但是中国根本没有考虑 另外中国为什么 中国有个表态 李克强这次有个表态 他说希望希腊留在欧元区 留在欧盟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是中国 他还是希望欧盟不要分解 一部分在理念上 说大一统符合中国的理念 另外一点 他现在正在萌化的联欧自美 其中就包括挺欧元抗美元 想借助拉近跟欧洲的关系 来抗衡美国 所以他这个算盘正在打的时候 欧洲出现了这么一道裂缝 所以中国所不乐见 不过我要补充一下 刚才就是小龙提到这个 就是刚才主持人问到这个福利主义 福利主义 社会主义的确在欧洲是盛行 而且欧洲北欧 尤其北欧 还有包括这些国家 实行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但中国这个社会主义是不一样的 中国实际上现在实行的是权贵资本主义 它没有什么社会主义可言 而且社会主义只是一个万一 因为它把财富集中在少数的权贵手上 但是欧洲这些国家 包括希腊这些国家 确实是把财富分散到了民间 就民众手上是有这个国家的财富 包括国家的债务它也有 所以这个东西还是要有一个根本的区别 所以这个时候呢 要把中国跟这个希腊 他们做一个对等的划线呢 恐怕还是一个就是值得争议的事情 好 陈长龙先生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您对于中国表态 希望希腊还是留在欧元区 您有什么分析呢 李克强这次在欧洲访问时 正赶上了希腊危机 实际上这时机非常不好 以至于他在比利时访问的时候 欧洲的媒体的焦点 全部集中在希腊身上 李克强访欧 反而成了一个次要新闻 甚至他在欧盟的演讲也被推迟了 因为要集中精力对付希腊 那么对中国来讲 希腊其实本身并不重要 他希望的是欧盟不要被拖下去 拖下水去 欧盟自己焦虑的也是这一点 但是他们不肯承认 也不敢说出口来 但是希腊这个问题 我们看到实际上是无解的 前面我们都提到希腊人 这个想要福利 想享受福利 但同时还有一个现象 就希腊全国老百姓 人人逃税 都不想交税 有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希腊有一个城市 有三个人报 申报说 我家后院有游泳池 这个市政府财政部门 用Google一查 全是有17000个游泳池 他要征游泳池税 但是大家全满保 希腊政府面对这种情况 几十年来 无可奈何 法不则重 一个不肯交税 又想从政府掏钱的民族 他怎么能够维持下去 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 比希腊 有些国家好一些 像法国 德国 那就逃税现象 没有希腊那么严重 但是这个高福利支撑的这个制度 其实本身都给欧洲国家 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比方讲瑞典 它的这个工资之后 要交的个人所得税 以及其他各种税 已经占到工资的一半以上 虽然很多人很羡慕欧洲的福利 特别是北欧和西欧的高福利 但是看不到的是 这个福利本身严重地遏制了 经济的效率和经济的活力 所以到现在为止 我们从欧洲模式的第一块 多米诺骨牌 希腊的倒下 可以看到欧洲模式 面临着相当大的新的 来自内部的挑战 而欧盟到现在 其实一直在挖肉补窗 这个七个坛子 八个坛子 七个盖 来回的捂着 好 曹仁坚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刚才程蒋冬先生提到 这个希腊的税的问题 我们知道这次欧盟和希腊之间 一个最大的分歧 就是欧盟希望希腊削减福利制度 而希腊自己提的方案 是要提高对企业的税收 所以在这一点上 双方有非常大的争议 那么您是怎么看 双方这个巨大的态度差异 这个差异不仅在希腊 而且在欧洲 包括目前在美国 准备总统大选的美国 都是一个主要的议题 到底是削减福利 控制政府开支 平衡议算 走一条保守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原本的道路 还是走高税收大政府的道路 高税收的税收从哪里来 从富人 从勞动支付的人 从中产阶级拿来 然后强行分给其他人 这个本身就不道德的 而且分的结果 效果也不可能好的 不解决问题的 你今天说 希腊人就想在海滩喝红酒 就想吃鱼 你就给他鱼 你给了多少钱也不行 他越吃越来 越吃越贪 就像刚才陈小龙先生 最后他还是撒谎了 17000个游泳士 只抱几个 今天你必须要解决 不是给他鱼 而是让他钓鱼的问题 逼迫的钓鱼 人之初不是性奔恶 性奔恶性奔善 而性奔懒 如果你没有制度制约的话 都要懒惰 都要做希腊人 都要躺在别人的碎碗上 吃德国 吃法国 吃欧盟 吃世界 这是不行的 所以今天福利社会主义的根本 是社会主义的问题 是打过犯的问题 是没有制约不清 没有执行个体主义 走群体主义道路的问题 今天原来共产国家 尤其中国庭部 经过共产主义 大家都知道 大关是什么 代表灾难呢 国营化什么 代表灾难 必须走个体主义 走私有化 走民营 包括中国现在民营 在60%以上了 所以刚才李克强说的 这个还要支持欧盟 要支持这个 留在欧元区 说明做个中国主管经济总理 他对经济根本一笑不通的 好的 我想听听陈伯宫先生的意见 我们知道就是 刚才我们已经说到 欧盟已经极尽所能 来帮助希腊过去多年来 那么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一体化 货币一体化 组织一体化 政治一体化 对于欧盟来说 具有一个如此重要的意义 也就是说 换句话说 为什么二战以来 欧洲一直致力于 建立一个统一的欧洲 你觉得这个梦想 还能实现吗 您的看法 我觉得欧洲一体化 这个梦想 主要是欧洲的大国在做 包括像这个 德国 法国 这样的所谓法德 这个和谐 那个轴心国 法德联盟 这个国家在做 所以这个 这个欧洲一体化呢 我们看到 首先欧元区 是在1999年建立的 2008年 到2009年 经历了第一次的 这个货币危机 那次就看出 欧洲一体化的弊端了 那个弊端就是 欧洲根本没有统一的 这个货币联盟 也没有统一 尤其没有统一的银行联盟 没有这个资金调薄的 一个统一机构 结果就匆忙建立了 这么一个欧元区 结果在2009年 差点就让这个 欧元区也显得奔盘 而且我们看到 当时欧洲发生危机之后 这个得到恢复的 反而是 比较快的是 非欧元国家 你比如说 这个冰岛 冰岛它当时也 破产面临这个危机 但是冰岛有自己的货币 它通过一个资本管制 通过一个 这个国际的这个救助 它后来走出了 这么一个阴霾 所以它是个 非欧元区国家 但是欧元区国家呢 却自救效果 并不如人 比如说塞浦路斯 西班牙等等 不如人意 那么这次这个西班牙 这个希腊 也面临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欧元区国家 它必须跟欧元区绑在一起 绑在一起之后 如果说这次 它这个 如果说是个不能还债 它退出这个欧元区 它如果自己的话 恐怕是个自救之道 一方面来说 它发行自己的货币 它能够在这个危机中央 一个一个自处 尤其它实行 自己的经济政策 比如说 结束紧缩政策 或者是控制紧缩政策 就是刺激企业 刺激投资 刺激失业 它现在是紧缩 而且政府不开销 另外的这个 这个失业率高达25% 一个不投资 不就业的这个国家 怎么去发展经济 说这个 它如果退缩回来之后 这个对希腊 恐怕反而是一个 直至死利而厚生 同时对欧洲也有利 欧洲摆脱这个负担之后 恐怕对欧洲 其他国家也是一个轻松 因为其他国家的纳数人 没有理由 来为一个 这么严重负担的希腊来买单 曹昌清先生的意见 那么您对于欧洲议题化 您对于欧洲议题化的前景 您是怎么看的 前景是非常不看好的 是黯淡的 甚至是灾难的 今天我们看欧洲的话 像欧洲议题化 今天欧洲的话 国家是这么多 而且是都各自的政治制度 各自选总统 而且这个税率不一样 人均收入不一样 你德国收入的话 几万美元的话 其他有的国家几千美元 你要强行成为一个整体 这怎么可能呢 完全像共产主义那样 乌托邦吗 你看美国马上选总统了 美国不是每个州选的总统 统一个联邦总统 正是统一的 美国的联邦虽然是统一的 美国的人均收入是统一计算的 欧洲现在各国家全都不一样 怎么可能成立统一呢 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 这个幻想给今天带来了希腊危机 这只是开始 而是几乎还会更严重的危机 说今天希腊代表的欧洲议题化 这个乌托邦的幻想和现实脱节 和人类的自由精神脱节 和人类的独立精神脱节 这么一个恶果 所以结果这个情况还会继续恶化发展 好 最后听听陈小龙先生的意见 因为刚才陈小龙先生您提到 在中国人的国民性和希腊人的国民性之间 您看到一些相似之处 那么我想请您最后详细地分析 类比一下两个国家的相似或者不同之处 首先就是在政治层面上 中国和希腊人都很倾向于 崇拜强人 期待强人 有强人情节 把自己的希望 国家的希望寄出到强人身上 另外一方面有政府依赖政 大家都觉得问题都归给政府 推给政府 让政府去解决 我自己就等着政府给我 各种各样我想要的东西 那么另外一方面 这个两个国家的老百姓 对这个法治都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态度 比方前面我提到了逃税 这个事情在美国是很严重的刑事犯罪 但是在中国和希腊 大家都觉得逃税有什么不可以 能逃就逃 与此同时有大锅饭的时候 有免费午餐的时候 大家都伸手去抓 抓得越多越好 但是这两个国家的老百姓 在心理上都缺少一个东西 那就是自立 还有这个自强 所谓自立就是说 一个人能不能够 他的基本生活 他的未来 完全建立在对自己的自尊 和努力的基础上 而不要依赖他人 不要依赖政府 希腊人缺的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们从希腊的国民性上 可以看到一个问题 就是欧盟为什么 它的最薄弱的 这个薄弱环节出现在希腊 那是因为希腊的国民性 在这些国家当中 在欧盟国成员体当中 是最差的一个国家 那么中国要继续转型 要想崛起 中国的国民性 是不是可以继续延续 希腊这种特色 继续保持这个两国 国民性上基本的一些相似点 如果保持这个东西 中国会不会将来早晚 以前也变成希腊 好 最后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我请陈伯宫先生和曹文先生 分别的简单的做一个结论 对于希腊的问题 那么陈伯宫先生 你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补充一下就是说 为什么欧洲国家 尤其法国德国 担心希腊退出欧元区 因为为了打造欧元区 欧洲已经付出了巨大的成本 而且希腊退出欧元区 可能引发连锁效应 使欧洲的所谓的 经济和政治统一进程 受到影响 但是我认为 法国德国没有说出口的 恐怕还有个担忧 就是担心俄罗斯 因为俄罗斯跟希腊 都信奉东正教 这两个国家在传统上 有非常铁的关系 那么希腊是作为一个 撕裂欧洲的一个窗口 对俄罗斯来说 因为希腊是反对 欧洲对俄罗斯执行制裁 尽管俄罗斯侵略了乌克兰 而希腊说 他要在欧母里面 行使否决权 恐怕要否决对俄罗斯的制裁 而希腊最近以年 每次遇到困难 都向俄罗斯求救 比如三月份 还有这一次 俄罗斯现在刚好经济困难 他没法去成为希腊的救世主 但是俄罗斯极有可能 希腊形成了欧洲裂缝 去改变这个地缘政治 说这个东西 恐怕是法国德国最头疼的问题 好 常常先生 一分钟的时间 陈耀明虽然说 两国的比较 希腊和中国做一点补充 因为我觉得希腊和中国 现在还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中国的跟希腊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国民性 第一个 中国现在民营企业 现在主要占主要比例 中国现在GDP 国民生产总值的 主要部分来自民营企业 所以民营企业增加 而不是国营企业增加 所以这是一个趋势 第二个 中国老百姓普遍没有像希腊人 就要躺个海滩 喝啤酒 喝红酒 中国现在普遍的人都想工作 都想赚钱 包括中国最近股市强烈的动荡 今天跌5个百分点 明天升500 说明老百姓都在炒股 都想赚钱 人想工作 想勤门赚钱 我觉得这个中国还是 往一个健康的方向发展的 不是全来希腊化的 另外今天希腊的话 希腊问题的根本出入 就是允许希腊脱离欧元区 让他自己来管理自己的经济 才很有考处 因为五年前 希腊危机爆发以来 德国 法国 欧盟对他的援助 五年援助谈判扯逼 完全不起作用 现在希腊的国民生产组织 过去五年下降了25% 现在他的施予率达到27% 成为1930年代大萧条超过了 而且现在他的青年的施予率 超过60% 那今天必须要希腊人民 自己管理自己 而不是法国德州 指手画脚给这么多条件 让他自己管理 他必须寻找出路 必须往右转 走资本主义才可能自救 好 有关希腊为何 濒临破产的这个话题 我们今天就谈到这 接下来我们要看看 美国最高法院裁定 同性婚姻合法化 是否越权 请你们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将走愿了 我们先往弹的